字幕視頻編輯第5位 女國家 字幕視頻編輯第5位 製作獎人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一國家 香港這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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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20日APEX峰會亞太經合組織 其實聯合國就已經確認了中國是一個反人類的國家 有這個反人類的行為,是沒有理由邀請一個反人類的主席走過去出席的 而且再厲害一點的就是他在會上發表的偉論 可以等同於1940年時候日本人所發表的偉論一樣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在APEX峰會上面,你先不要說泰國總理,那個沒有用的 當日協助去擒拿桂民海,這些人都不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任這個 總之泰國這個國家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如果大家要轉機的時候,就絕對要小心這些和中國非常友好的國家 我是在說轉機,不是在說你回香港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成為桂民海第二,對不對 Anyway,可能是貌合神來,中國和美國都共同說 在說自己在亞太地區那裡,有著一直地位 但同時之間,互相有不點名批評 可以說是鬥而不破的 你可以說是該競爭時競爭,該合作時合作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王滬寧,需要有一個叫做Consistency 所以寫來寫去的那些稿件,從來都不會換過term的 一直都是說一帶一路,又一直都是說什麼命運共同體的 不過距離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今回他就降低了少少層次 打算做一方的霸主,在亞太地區我作主就算了 這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出席APEX會議 發表書面講話,呼籲要攜手建構,亞太命運共同體 建設和平穩定,共同富裕,守望相助的亞太 你即時想起什麼?大東那共榮圈 如果你有熟讀歷史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當時如果被你選擇,你會寧願身處於日本的日治區 即都叫做秩序井賢,都好過身處在共產黨治下的匪區 隨時拿了你上前做炮灰,傅國豪那些 又或者是做一些國民黨裡面的奸細 很多人當時由於沒有讀過書,即是那些農民來的 再加上民族主義上腦,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 其實不單止是中國,就算是蘇聯、德國、日本 都是有當時的那種nationalism 那什麼叫民族主義呢?什麼叫nationalism呢? 其實換一個term大家就明白了 即是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什麼? 為著共同的利益,什麼命運共同體力 你是可以隨意犧牲的 這個跟中世紀時候的這個人本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這裡,習近平指出亞太地區不是任何國家的後花園 但是他在湄公河那裡經常就搞些小動作去控制越南、印度 而且用後花園這個term的時候呢 是有著一種不要搞我後面的感覺 為什麼呢?因為南美洲的時期 古巴危機,大家聽過沒有? 當時蘇聯想著在古巴那裡裝幾支詳情周濟 結果驚天十三日,甘乃迪成功扭轉這個局面 才令世界避免一場災禍 但是今時今日有普京啊 而一直都在說,南美洲是美國的後花園來的 例如委內瑞拉那些地方 而今時今日,豬頭雜用後花園這個字呢 有幾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他認為 凡是拉攏越南啊,印度啊,泰國這些這樣的國家 就必然是猴至這個中國 哇大哥,人家都不是神屬於你的 說什麼後花園呢?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啦 拉攏不成就反而被人反超前啊 你有沒有見,你有空看看吧 今時今日你去到超級市場的時候呢 有些是Made in Taiwan 雖然香港我不知道啊 可能被人禁止入口的嘛 但是你會見到很多,可能是Made in Malaysia啊 Made in Vietnam啊 Made in India那些 甚至乎巴基斯坦我都見到 所以你見到東南亞亞太地區等等呢 現在正正是走著工業發展的道路 啊,怎樣取代這個中國 成為世界的供應鏈之一 取而代之,後起之壽 你說高端科技,那中國還不來啦 而東南亞就正正是做著一些叫做輕工業 但是這裡你會見到習近平為什麼會出席這個APEC的 跟金三角很有關係 但是這裡,他就呼籲要攜手建構亞太命運共同體 建設和平穩定共同富裕和守望相助的亞太 也都表示啊,在2023年就考慮 考慮就是未落實的 就舉辦第三屆的一帶一路合作論壇 其實就是貪污腐敗論壇啦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他一定搞不成 很簡單的,如果分餅仔分得混群的話 你巴基斯坦,巴鐵啊,泰國啊,越南啊 那些都會到訪的喔 最主要就是看下有沒有餅仔分的 但如同富國豪一樣啦 人家說給你10萬而已 從來啊,你收了錢才說啦 收多些,收貴些 因為跟中國做生意呢,實在是太高風險了 首數的風險是非常之高的 那麼很多人就認為中國目前呢 最重要就是打出這個芯片的缺口 其實不是 因為他在其他的輕工業方面都被全世界圍堵 所以才想在APEC那裏啊 就打出一個缺口的 他想打出的缺口呢,有幾方便 第一方面當然就是芯片方面啦 看看可不可以由東南亞那裏 韓國那裏,日本那裏 所以你見他對岸田文雄 和尹錫瓶這麼客氣啦 能夠獲得至少少少的芯片 甚至乎啊,走去和台積電的老總 張宗謀在這裏聊天的 那大家對他,你猜不到的啊 的評語都是和礙可親啊 哇,欠人很多錢那樣的 那但是實際會不會跟他做生意呢 又是另一回事 就是做生意的個個面子都是這麼和善的啦 後面插你一刀,你怎知道呢 就算這個大東亞共榮圈 未必搞得成,他都會在會上面啊 就擠都要擠出來啦 笑面迎人 你見他今回御駕親征到處談生意 你就知道啦 以往他派些馬仔出去的嘛 輕易來說啊,他是不會到處去走訪的 那目前他能夠出得國 而且到處去走訪呢 就不好意思啦,也要好坦白啦 他目前來講是一人獨大的局面來的 黨內的所有反對勢力呢 基本上是被他掃平了 但是我不是幫他維穩啊 如果不是,他是完全不會夠膽預駕親征的嘛 他又真是恥著的咯 就大家看一下,一年的時間 全球國地啊 就是只有yes和no answer的咯 他走訪國地的時候呢 在以往,他都是一個想法 我無論怎樣齊落其他國家的元首 怎樣戰狼外交 怎樣踩住人家的臉都好 就是杜魯多那些就被他掃平了兩巴咯 只要我將權力收歸國有 集中統一 中國這麼大的市場啊 啊,經常這樣講啦 14億人的市場啦 我這個中國大農場 是不是?這麼多的植物可以收割 難道你不來做生意啊? 我們不妨將他在G20裡面講的東西 和在APEC會議裡面講的東西 互相比對一番 那你就明白他現在在想什麼 在G20峰會 即是在印尼哈里島那裡呢 會場上面,習近平是這樣講的 這裡,二十國集團成員 都是世界和地區的大國 應該體現大國擔當 發揮表率的作用 為各國謀發展 為人類謀福祉 為世界謀進步 意思就是呢 入得G20國集團 你都叫一個字頭啦 應該懂得撈世界了吧 知道些江湖規矩 所以,你都要為你的堂口 啊,想一下money money的喔 沒有的,你今時今日去Google那裡 打流文兩個字 你會見到習近平福祉的 根本就是一個黑社會 為人類謀福祉 誰人類呀?習近平啦 為世界謀進步 誰的世界呀?習近平的世界 他又指出了 以意識形態或線 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 只會割裂世界 阻礙全球發展和人類進步 他的意思是,你就不要搞這些意識形態滑線啦 他就可以搞 同樣的,這個世界 你Facebook是進不了中國的嘛 但是微博、TikTok那些就可以全世界一起用喔 他拿你就行 你拿他東西就不行啊 但是又有人肯製那裡才神奇啊 習近平表示 人類文明已經進入21世紀 冷戰思維早已過時 不是的喔 這個世界呢 政治戰爭 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呢 由古至今都是這樣的 大家反而要回去想 就是冷戰為什麼會形成啦 原因就是因為蘇聯不守世界的秩序嘛 當時就想著將共產主義輸出 去統一全世界喔 所以美國才要捉場去擋住蘇聯的這股勢力 所謂除惡無盡嘛 奈何的就是美國呢 就不夠硬正 所以今時今日有這麼多手尾跟啊 習近平說到了 G20就應該攜手努力 開闢合作共贏的新境界 那他沒有說謊的喔 講了你聽的了喔 合作共贏啊嘛 共產黨贏了 那我們經常說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呢 你說孔子學院啊嘛 我跟你說紫若啊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孔子經常都說的就是 嚴以律己 歡以待人啊 小人反視 那沒辦法的 習近平很明顯就是徹徹底底的一個小人 他這裏是這樣說的喔 你聽完你就知道啊 他的規條呢 就施加於你身上的喔 你的規條就未能夠施加於他身上的喔 簡單講就是浸跡事發了 他在G20時候是這樣說的 各國應該互相尊重 他有沒有尊重過人呢 頭痛全意 他有沒有看回人家的國家文明值得欣賞的地方呢 他現在說的是七不講喔 和平共處 他絕對是很和平啦 這個面子 如果不是啊 胡錦濤都不會被算計啦 啊 不過胡陶呢 他自己就 基本上不是習近平都可以算計到他的 推動建設開放型的世界經濟 他沒有說世界政治喔 他說經濟而已喔 就是你最好的知識產權過給他啦 就不應該以倫為確 偷足小院高牆啊 簡單講就是你最好呢 就開了一隻門給他入屋行劫 假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說的東西是非常漂亮的喔 那至於會不會有人領他東西呢 一次領東西的時候呢 就shame on you 第二次領東西的時候呢 就shame on me 那但是很多人都是shame on me的 我發覺 Anyway 他又講到了 二十國集團要堅持團結合作初心 傳承同舟共濟精神 堅持協商一致原則 團結共生 啊 才是正確的選擇 所以我教大家做共產黨啦 啊 怎樣可以做共產黨啊 就是 溝足一個非常之美麗的願景 講給大家聽有一個大project搞 然後在搞的同時呢 例如抗日這樣啦 再在後面顛覆拆反 分拒餅仔 後面更加厲害 習近平講到了 走在前面的國家 應該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展 他捐得雞稅這麼多給人 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產品 意思是免費幫人起基建 但是斯里蘭卡那個港口 就永久割讓了給他喔 這些叫公共產品啊 被人充公了的產品 大國要有大國的擔當 那他自認小國啦 所以經常 要威的時候就認大國 應該為全球發展事業呢 盡心出力 你盡力啦 他在後面拗 中方提出全球發展倡議 同呼吸共命運 就是收割了馬韻馬化騰啊 范冰冰啊 李冰冰那些 就看一下還有沒有些油水可以撈一下 然後就借用這些這樣的資本 去全球那裡招商啊 創設全球發展 和亞太合作基金 就是貪污腐敗啦 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議程 提供新助力啊 亦所以 什麼叫可持續發展啊 就即是環保議題 而中國相信啊 就會以環保為題 向聯合國拘多點著數 再在環保科技上面呢 分一杯羹的 即是他這樣想啦 能不能夠成功是另一回事 無論是全球化也好 Green New Deal也好 這些全部都是 給中國有機可乘 借用這些資本來打壓國內異見分子的一些無良生意來的 那同時你會見到 雨駕親征之後呢 就是韜光養晦了 這裡 習近平和賀錦麗進行簡短交談 希望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軌道的 那你見到他開始認衰仔的喔 就不是一眼到底 為什麼啊 因為 金匯來說呢 你都不需要看多二十幾三十年的了 只要這十年呢 西方國家的陀一轉的時候呢 將來 藍牢女雞子那代是必然的事 那但是那個陀會不會轉呢 有些人就實牙實恥說不會的 啊 所有的人已經清醒了的了 2019年的時候被香港換醒了了 其實真正的換醒就是要在 所有國家裏面的教育層面呢 就教他們什麼叫做共產思想 明白到古惑仔是怎麼做事的 我是流民我怕誰啊 啊 最多不是分多塊餅給你 我在另一邊那裡拗的而已 利用利益去分化離間 所以他一定是笑臉迎人的 因為每一個東南亞的國家 亞太的國家 啊 G20的國家他都會想 咦 他們笑口齊齊在那裡握手啊 會不會他有生意做我沒有的啊 就唯獨每一個國家都 溝足了一個完善的情報網 不會有些人收起來的時候呢 知道中國的條款是什麼 一切都擺在陽光底下 如果大家有看過半澤直樹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就是戒瓦人 日劇很出名的半澤直樹 這樣的時候拆人才不會有機可乘啊 所以上回啊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就是講到說我們是要公開透明的新聞精神的啊 又好像上回美國講到 跟中國的對談呢 會即時知會台灣方便 你看到他紮紮跳就是這樣了 那我又講一個 香港人都熟悉的例子啦 你如果跟一些人去密室會談的時候呢 你要取信於其他支持你的人 密室會談嘛 很出名啦 就只得一個方法啊 就是你將所有傾過的東西 就放回在陽光底下 我們說日光之下無紳士啊 一方面你可以說天理循環啊 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這樣想 唯獨在陽光底下呢 你才能夠預測得到結果 因為那件是舊事不是紳士啊嘛 舊事的話 你就通常可以預測到結果 就是這樣這樣咯 好 今天講到這裡